大家好,我是小和 目前是一名大事学生 就职于成都中科合训科技有限公司 到目前为止,我学QT已经有半年多了 对QT有一个潜力的认识 后面我的课程会与理论加实践的形式来讲解 让它方便大家更好的学习 到目前为止,我学过的基于C++的图形式图框架有MFC和QT MFC是微软的一套不开源的一套框架 而QT是开源的,这就是两个区别 MFC写程序可以这么说,贵色难懂 而用QT,而我接触QT之后是用QT携带的 这种感觉是一种,携带是一种非常享受 非常优雅的事情 目前的话,旧周边学QT的就业形式还是非常乐观 至少学好了QT,找工作应该是不用担心 QT无论是在什么民用软件还是军工软件都使用的非常多 因为它是开源的,所以咱们的研究所或者是政府对它也是比较放心的 所以应用也非常的广阔 下面我们使用HelloQT来做我们入门QT的第一个小程序 首先我们看一下运行效果 首先构建运行 这样就是我们的第一个QT小程序的运行效果 下面我们来一步一步的实现这个小程序 首先打开我们的QT集成开放环境 QTPlator 新建一个空的QT项目 MTQMaker Project 研究项目名就叫HelloQT 好像已经存在了 那就QT1 什么都有了 Hello吧 就叫Hello 放在E盘下QT 目录 然后一直下一步 下一步直到完成 这时候我们就已经新建了一个QT工程 然后添加一个CPP原文件 来编写你的代码 HelloQT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见 PRO文件和CPP文件都是空的 就像我们要在PRO文件里面加载 QT加载 QT 然后就可以在CPP文件里面编写 买文件 首先包含 投文件放进来 QApplication 然后是我们显示文本使用的一个空间 Label QLabel Mesh 这个对于谁学过C++的朋友 来说应该是在学习不多的 好 定义一个APP对象 Application 一个 对象 APP 然后把参数 Mender的参数传入 然后再定义一个QLabel QLabel QLabel只能Label 实力化它 又一个QLabel 这里呢就是我们想要在Label上面显示的文字 叫HelloQT 最后使用QLabel的一个方法 修方法把它显示出来 Label 在Label.sh 之后让整个应用者去进入世界循环 App.exec 这样的程序运行起来之后 便会等待用户的操作 编写一下这个程序 编辑一下这个程序 编辑没有问题和运行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QT的应用程序 但是可能大家感觉和先前的不整个一样 可以看一下先前的编辑 可以看出这个特别的文字是加粗 并且是彩制的 那是怎么实现的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在QT的代码里面 使用HTML 朝我们的标记里面 来修理它的 比如说文字加粗 我们使用标题 H1 开始 HTML 就是开始的结束 两个 最后可以 修改一下它的字体 颜色 Honor 比如说等于 结束标志 结束标志 与斜杠加这个 与斜杠结束 结束标志 最后我们再 可以使用一个换行标志 结束 这算应该显示出来 就和先前的程序 差不多了 可以看一下 所以我们就成功了 在QT的避用程序里面 加入了HTML代码 好吧 第一节课就 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